各位老铁昨天刷手机刷到沈阳的一位帅哥没有 这位帅哥不但是长得帅 而且做的事是更帅 是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不久前沈阳最大的商业街中间 而当时熙熙攘攘人来人往 也可以说是林子大了吧 什么鸟都有 有一位三只手就颤着人多 伸出了罪恶之手 正当他下手之机 您猜发生了什么呀 诸位闲言少叙 老铁们请看视频 不仅是还挺有喜感的 有小偷快报警 有小偷快报警 这位任性勇敢的小伙子被网友称作是纪律语言 当之无愧 正是因为这个小伙子的路肩不平一圣吼 小偷被热情视频和保安室当场抓获 大家会都想知道这位勇敢的小伙子到底是谁呢 来认识一下 他叫赵鹤 今年27岁 葫芦岛人 目前在一家培训机构做艺术老师 将近三年的时间 由于学习跟工作的原因 他是频繁往返于沈阳跟葫芦岛的两座城市之间 这个艺术类班咱们得给推广一下 实际上视频中的事发生在今年2月 赵鹤当时在中街大约城逛街 本想在商场自拍 当他举起手机打开相机那个时候 恰巧拍摄他 小偷正在偷东西 他说当时有一个女孩眼镜丢了 他应该已经发现了旁边的男士就是小偷 然后我看到那个女孩子表情慌张 也不知所措 情况不妙咱必须帮忙 我就赶紧把拍自己的镜头对峙了小偷 随后下意识的大喊 就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必须抓住他 当时赵鹤与小偷隔着一段距离 眼看着他要乘电梯下行逃跑 小赵心想 要是照到对面去追啊 肯定追不上 于是他拿着手机继续拍摄 边喊大伙帮忙 边追了过去 对赵鹤说我真是十分愤怒 我想着说绝不能让他责逞 大喊也是想引起周围人的重视 想要让听到呼喊的人 跟我一样